煙花颱風的最新動態 颱風現在已緩慢速度接近 雖然颱風路徑持續偏北 氣象局表示 今天下午仍然有機會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可能是擦邊掠過臺灣東北角的陸地 由於新竹縣山區降雨不斷 縣府昨天晚間宣布 五峰鄉和殲石鄉 郭忠祥合計十七校 今天停止上班上課 遠景開著警車到斜坡下 用車上廣播系統向居民廣播 因為煙花颱風雖然路徑偏北 但外圍環流帶來的雨量依然可觀 派出所所長以及村長挨家挨戶到村民家裡 打招呼 由於新竹縣山區降雨不斷 包括北埔 五峰 殲石等多個鄉鎮 累積雨量都超過兩百毫米 北埔鄉的五指山二十二號至今 雨量更是高達三百三十毫米 縣府二十二號晚間宣布 五峰鄉和殲石鄉國中小合計十七校 二十三號停止上班上課 這次可觀的雨量也為水庫帶來豐沛進障 桃園石門水庫這兩天累計雨量超過一百二十毫米 學歷署北區水資源局也持續調節放水 中臺煙花目前在宮古島南方海面 幾乎原地打轉 以每小時八轉十二公里的速度 緩慢朝西北接近臺灣東部海面 雖然路徑持續偏北 氣象局表示 二十三號下午仍有機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可能是擦邊略過臺灣東北角落地 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雨量都是比較多的 特別是在北部的山區要留意 可能出現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而預計在明天的晚上到後天的清晨 這段時間將是颱風距離 臺灣最接近的時候 氣象局提醒 風雨和海面上的浪 二十三號都會再增強 尤其二十三號晚上開始 降雨 還會再增加 中南部的山區 也要留意劇烈雨勢 記者 無區昌綜合報導 一下臺灣 二十五號在概念 二十五號 秋雨 律相 未地 二十一號 一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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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